前女儿婚礼了 对前女儿婚礼今天去的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嘛 然后就会有我同事 他们也去就是三家婚礼 然后去三家婚礼的同事呢 都说就是新郎长得很像我 然后就包括 就包括那个 是不是又多想了 你是不是又多想了 是不是感觉前女儿 是照着你去找的新的那个啥呀 我不知道呀 然后就包括就是前女儿 就是前女儿 他他他娘家的就那些亲戚 上来就是我们坐一桌 上来就问我 你是不是新郎新郎的亲戚 你们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找的你表格 然后呢 然后咋的呢 然后就是我在想就是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吧 可能没感觉有什么 特别那个什么 特别特别就是感觉不到 好像是是不是真心相爱的 或者怎么样 然后分开了以后 可能后面才后知后觉 好像是 那我听你说这话 哥们你到现在没女朋友了 现在有女朋友 不是你让我说啥 就是我不是 我又审核了 哥们 我又骂谁了 我先靠个buff吧 就是因为我那个之前 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初恋 然后被绿了 然后所以说就对这方面就比较敏感 然后在谈我今天这个残忍的时候 就是最后 呃 发现可能就是 在我 我认知当中感觉他好像跟别人有点爱美 然后就跟他提分手 然后分了手之后 分了手以后呢 又感觉就是 就是分手 可能得一两年了吧 这一两年当中又感觉到 他好像是 好像是一直是真心的 然后今天就是在三四天前吧 突然之间收到了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婚礼的 婚礼的那个 就是婚礼的那个 他在朋友圈发的婚礼 婚礼同志 嗯 然后所以今天就去了 参加他的婚礼 嗯 然后呢 就是就是我在想 就是两个人就是可能在 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不到对方是不是真心的 然后我在面 就是面对现任的时候 我也有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嗯 我不不能确定 他到底是真心的 还是不是真心的 难道就是说 我总感觉 是不是只有分开以后 才能感觉得到 你不是 你这是 你这是属于常规年轻人 谈恋爱当中的 必然过程 就是什么呢 有一些人选择方式 是不停尝试 你明白吧 就是喜欢不停的尝试 尝 就是我这么试试你 能不能接受 我那么试试你 能不能接受 最终想要试出来的是啥 最终就想 就想试出来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而就很容易 另外一边 就在这个不停的尝试的过程当中 就放弃了 他放弃 不是说没通过尝试 是放弃了 是因为你在不停尝试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不是因为经过不了 经过不了你的测试 就是他 他能经过你测试 但是他放弃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不停的尝试 这个现象 就是当我们在体现出来 这就像什么 有点像俩人出对象 彼此留一手 你见过那种吗 就是你留一手 我也留这一手 你别全付出 万一哪天受伤呢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你当拥抱的时候 你要有一只手背在后面 他就不可能拥抱 你顶多是被拥抱 你是那个把手背在后面的人 你说我初恋的时候 我就这女的跟外面 可能关系不清不楚的了 你现在从此以后接触的人 你都是单手去跟人拥抱的 你永远有一只手 是背在身后的 我可以这么说 你的状态 没有准备好开始谈恋爱 所以你在碰见了以后 你说是不是真爱 对你可能是真爱 你对人家绝对不是 为啥 你连受过的伤 都要算在下一位身上 这像极了什么 像极了 你之前去 我经常给他们讲 面馆效应 你刚开的面馆 那前三个顾客来吃完了以后 就差骂你了 碗都给你摔一粒 真难吃 第四个人还没吃呢 还没给评价呢 你先把脸拉了下来了 爱吃就吃 不爱吃就滚 你能呆呆 你呆不了你熟悉 你对第四个 你对第四个吃面的人 就是你对你现在的女朋友公平 你的理由美其名语 从你的主角视角触发 其他人全是NPC的话 这个故事剧情我们是能懂的 爱你最开始受伤了 后来这个呢 可能有点不感动 最后或者怎么 今天你又参加上婚礼的 你对现在这是啥 现在这是NPC啊 跟你处理的 他是NPC 他离开你后 离开你世界以后 他就消失了 他不是个人 他没有之前的故事 他没 他不跟之前的分手 能到你身上 所以他也留一只手的话 你俩还怎么拥抱啊 说白了 如果你现在真的被拥抱的话 你还稍高想了 如果他也留一只手的话 你是不是要不禁要问了 这个到底什么是真爱 到底有没有真的感情 到底感情可不可靠 可靠不可靠 哥们 你要说这边臭不臭 你不得先把裤子提起来吗 对吧 像我说随地大小便 你是其中一员啊 所以说你做好 你做好开始恋爱的准备了吗 前女友的恋爱 你前女友的婚礼 为什么要去参加啊 因为 就是工作关系认识了嘛 然后今天同事也过去了 然后我就 一起就去了 工作关系认识了 就是现在去参加 人家婚礼的原因是啥啊 就是因为我的同事们 就是也跟他也都认识 然后就是 但是我的同事们 其实不知道我跟他谈恋爱 然后就是 他们也都去了 然后我不去的话 就好像显得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 你今天参加这婚礼 带你现女友吗 没有 他知道吗 不知道 他知道会如何 应该会生气哦 那你咋舔个脸去的 啊 你看着人家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你的行文这出轨 有啥区别啊 只是我问一下 在你的 在你的认知里面 分手能当朋友吗 真的 那前女友结婚你能去 随多钱分的 咱说 随六百 就是我们主任规定是 普通同事只能随两百 然后就是关系好点的 可能可以多随一点 啊 这种还不算普通的 这还关系好点的 因为就是之前我们关系 就是大家 在大家的眼里 我们关系是比较好的 啊 大家不知道你俩是前男女友关系 不知道 啊 所以就说白了 你这你这你这六百 在大家眼里面看是合理的 对 然后你在你在他心里面 你希望他他对你是什么心理 是骂你一声犯贱 还是说感激你 你那个记住那个 你对他还是有情分的 这对于他那个婚姻来讲 他如果此时记得前男友 对自己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对他婚姻是好事吗 那你告诉我你的这个 你今天这个行为啊 你现今有时候知道 不好 你装疯卖傻 骑满天过海 所有人都不知道你是啥情况 你剑不撕裂随六百 他记住你的好不好 他不记你好说白 你的六百花更徒一 对吧 你更傻缺嘛 他骂你一句 最男的剑不撕裂又来了 他还随六百 一共这么几个结局 哥们哪个结局 你捞着好了 完了半夜 一点多钟 两点多钟 上来感慨啥了 感慨啊 我这个前女友也好 咋的 是个世界有没有真爱 你像有那个 你像那个男的 有那个金箍囊那样的吗 不是感慨 是世界上有没有真爱 我是说就是 就是错过真爱 那种遗憾吧 可能是 就是他才是你真爱 不是 他是我的真爱 就是可能有人真心对过我 但是我当时真心对他 你现在 你现在这女朋友 也是一样 他不管这么真心对你 但他还没去参加前男友 那个婚礼 对吧 对吧 许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他要跟前男友打个电话 行不行 感谢分分钟面包 他打个电话 给跟前男友唠嗡嗡 行不行 行不行 到你这不行了 我错了 我错了一个 是吧 我倒不是说 你有多人渣 哥们 常规来讲 年轻人的时候 都会从这个户序走过来 明白吧 先去觉得 别人亏欠我了以后 所以其他人又还给你 凭啥其他人 张三踢你一脚 你得踢李四一脚 才解气 跟李四有啥关系 张三把你立了 李四得踢他去救赎 你那个前女友咋的 就看得你真心一片 当场逃婚 逃婚了 跟你除夕结婚 你俩携手 你带着新娘能跑 你不完全多此一举吗 我甚至我跟你这么说 哥们今天当场这些人 不知道你俩的关系 知道你俩关系 你认为他们会更 他们就是在你俩的关系当中 笑的会笑谁 会笑你那个前女友 把你邀请来 还是笑你前女友邀请你 你还来 尤其是前女友的婚礼 那你自己那你品吧 那你哥们 那你的问题 咱们再回答最开始 那你问题点是啥 咱们问的是啥 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不确定对方 是不是真心的情况下 应该要怎么做 不确定对方 是不是真心的情况下 那就是 这是今天咱们讨论 最后一个话题 如果别人给你真心 你是肯定能给的 对不对 对 凭什么别人嫌 因为你受过伤 因为你给前女友随过礼 因为你把现女友 不当回事 瞒着人家去参加 前女友的婚礼 所以人家得相信真心对你 你配吗 那所以说你说以后 那以后 能不能碰上真爱 能不能去确定对方真心 你得最起码是先做的 对吧 凭什么别人 现在给你付出真心了 你在考验考验人家 是不是 他是NPC啊 因为你有过这么扎的经历 因为你被伤害过 然后你又伤害过现女友 然后你去给舔前女友 因为你的这些种种经历 所以别人得先真心对你 敏感 是不是 你在评评 那你该做啥 先付出真心 你得先付出真心 你就现在这些女友 我说白了 咱也别 如果爱情深爱 如果不爱请离开 对吧 咱也别伤害 是不是 这是话有点老 明天跟他说 把事说了 你说这个事吧 你说本来我摆在我心里 你就前言后果 你就直说 这就是你的情况 我呢第一回出对象的时候 你那个外面 他可能有点把持不太好 我觉得难受 我分了 是不是是不是绿了 我俩说 没有安全感 我分了 然后呢第二个出了一个女朋友 我挺重视的 一直都属于在我的这个生命 这个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么这几年里面 一直占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占比 昨天呢 说是结婚 因为有同事这种关系我就去了 但是我去了以后 我觉得你不知道 我很惭愧 为啥呢 因为我去了以后 我发现我不能像一个同事一样去看看 甚至我感觉我自己的行为有点铁 我有点受不了自己这一出 而且我感觉很对不起你 所以咱俩今天 就当咱俩今天分手了 你让我重新追你一遍 这样我不亏欠你 你看看你现女友啥派对 你现女友但凡能既往不久 咱别说她是会不会是你的真爱 那她起码值得你付出 没毛病吧 是不是明天你得坦白 我告诉你啊 交往当中 谎言越多 越累 这种累会伴随着你 时间长了以后 相看两声宴 伴随着你时间长了以后 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就是一种逃避的现象 能不见就不见 能不接触就不接触 因为啥 因为你的谎言太多了 你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你知道吗 你在面对她的时候 她越是坦坦闹闹 你越是勾勾搜搜 你会非常累 这是个失衡的天平 你得发生这事 你立马把它调整 对吧 这事你以后说了 以后你就 你没啥 你现在跟截止 我跟你说 你跟你现局有唯一 不能说的有这个了 你至于你说 平时我晚上 我睡觉之前 我喜欢抠鼻嘎吃了 你这不说 随便 但是感情上来讲 你没所亏欠了 是吧 是不是 所以说你自己 你自己想想这个问题 好不好 好了 mornings 好 嗯